大家好 欢迎来到我们的六度解析节目 今天我们要深入探讨最近美国批准的一项对台军事援助方案 总额高达5.67亿美元 这不仅是美国历史上最大的对台军事援助之一 更是在即将举行的总统选举前向中国发出的明确信号 尽管美国两党对支持台湾的立场一致 但对于未来潜在的特朗普政府可能带来的变数 却让人感到不安 我们将分析这项援助计划如何通过总统调拨权限迅速实施 并探讨中国对台湾的军事压力如何影响美国的外交政策 随着选举临近 无论是民主党的卡玛拉·哈里斯或是共和党的唐纳德·特朗普 他们面对的台湾问题都将成为一大挑战 特别是在特朗普的强硬立场和哈里斯可能的不同策略之间 未来的台美关系充满未知 此外我们也会探讨美国对台军售的长期积压问题 以及这些军售对台湾防卫能力的影响 美国此举不仅是对中国的挑衅 也是对台湾的支持 然而这样的援助是否真的能在选举前发挥其应有的效果呢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这篇文章出自德国之声探讨了美国近期批准的对台军事援助方案及其背后的政治意图 这个援助方案的规模达到5.67亿美元 是美国历史上针对台湾最大规模的军事援助之一 文章认为 这一举措是在即将到来的美国总统选举前 向中国释放的一种信号 表明美国对台湾的支持力度 尽管民主和共和两党在台湾问题上立场一致 但随着特朗普政府可能带来的政策变化 未来局势仍然充满不确定性 美国总统拜登批准的这项援助计划通过总统调拨权限PDA进行 该机制允许美国国防部从现有库存中迅速调拨军事物资 以应对外部危机 美国过去已经利用这一机制向乌克兰提供过军事支持 中国将台湾视为其领土 习近平主席曾表示 必要时会以武力实现两岸统一 近年来 中国在台湾海峡的军事活动愈发频繁 这让美台关系变得更加紧张 尽管美国与台湾没有正式的外交关系 但美国是台湾的重要安全支持者 中国则将任何对台军事支持视为挑衅 白宫表示 援助台湾的目的是维护台湾海峡的和平与稳定 然而随着美国总统选举的临近 台湾问题将成为新总统的一大挑战 不论是民主党的卡玛拉哈里斯还是共和党的唐纳德特朗普 前五角大楼中国政策官员约瑟夫博斯科指出 新政府如何处理台湾问题尚不确定 因此拜登政府加快了对台资源的转移 在特朗普的第一任期内他对中国采取了强硬立场 包括发起贸易战并加强对台军事支持 然而特朗普的交易型外交政策使得美国的亚洲盟友感到不安 台湾政策变得难以预测 如果哈里斯当选总统 他可能会在台湾问题上采取与拜登不同的态度 拜登曾表示如果中国对台湾进行攻击 美军将进行干预 然而白宫对此言论进行了澄清 分析人士邦尼·格拉泽指出 哈里斯可能不会重申拜登的立场 对未来美国在台海问题上的政策持观望态度 美国自1979年起奉行一中政策 虽然承认北京的立场 但保留向台湾提供防御性武器的权利 北京对任何对台支持行为都持强烈反对态度 认为这是对现状的威胁 2023年拜登首次批准对台PDA 签署了一项3.45亿美元的援助计划 然而五角大楼的报告显示 在向台湾交付援助的过程中 出现了设备受损和制控不力的问题 台湾方面也报道称 某些军事设备的交付出现长期延误 其中包括便携式防空导弹和F-16V战斗机 据美国智库Kato的数据 对台军售的积压金额依然高达205亿美元 博斯科指出 除了技术问题 政治变化可能影响美国对台支持 经济和通胀等因素 可能导致美国民众不再支持这些国际冲突的开支 格拉则认为 最新的PDA批准向北京释放了强烈信号 表明美国决心协助台湾提升防御能力 他表示 无论美国选举结果如何 对台军售将继续进行 从多个角度来看 美国对台军事援助不仅仅是一个国防问题 还涉及复杂的地缘政治博弈 在美国即将举行总统选举的背景下 这个援助方案的推出显然带有政治意图 它不仅是对台湾的支持 也是对中国的警告 显示了美国在亚太地区的战略决心 同时 这一援助方案也反映了美国国内政治的动态变化 两党在对华政策上的不同可能导致未来台海政策的转变 尽管拜登政府在对台支持上表现出迅速和坚定 但未来政府如何在中美关系的复杂局势中平衡台湾问题 仍然充满挑战 尤其是在经济方面 美国是否有能力和意愿继续大规模支持台湾 这将受到国内政治和经济因素的影响 因此 台湾问题不仅仅是一个外交政策议题 更是未来美国亚洲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 请大家继续收看本节目的深入探索 欢迎大家进入六度探索的辩论环节 我们从正反两个角度 对本节目进行辩论 请出我们的辩论高手楚天书 谢奇奇 我是楚天书 我是谢奇奇 美国的对台军事援助 是对中国的明确信号 表明美国决心帮助台湾增强防御能力 这与其长期以来的政策一致 美国的行动不仅仅是选举策略 而是其对保持台海稳定的承诺 更何况拜登政府在这方面的行为 延续了多年来美国两党的共识 并不会因选举的变数而轻易改变 楚天书 你真是天真 美国的对台军事援助 当然是选举前的政治操作 每次选举来临时 政治人物都会采取一些强硬的外交措施 来吸引选民的注意 尤其是美国人对中国日益增长的敌意 拜登这么做 分明就是为了刷存在感 博取选票 至于台湾的安全 那可是天知道会不会变成交易筹码呢 奇奇 你这是对美国外交政策的误解 自1979年 美国确立一个中国政策以来 美国对台湾的支持 从未中断 拜登政府加速资源调拨 不仅是因应中国增强的军事压力 也是在维持全球战略平衡 而且PDA机制早就用于支援乌克兰 这显示出美国政府行动快速 灵活的特点 楚天书 你看得不够深远 这些政策看似坚持不变 但里头却充满了政治算计 特朗普时期的交易外交让人印象深刻 谁知道拜登或者哈里斯上台后 会不会学以致用呢 更何况 五角大楼检查厂报告指出的质量控制问题 让人怀疑这次援助的有效性 或许援助只是一场政治秀 对美国选民说明一点事实 我们在行动 齐齐 你的担忧也许有其道理 但我们不能忽视 美国对台政策的长期性和一致性 即使政府更替 美国对台湾的支持仍将持续 这是基于美国的全球战略利益 PDA的问题无法否认 但这也是一种学习和完善的机会 正如格拉泽所说 对台军售将会持续进行 无论选举结果如何 美国对台政策的根基 不会轻易动摇 天书 你说的真有道理 但我依然觉得这个援助 像是一场选举秀 政治家们总是有办法 将国际问题变成选票机器 尤其是在这么敏感的时刻 政治变化之下 经济 通胀等国内问题 才是选民关心的重点 援助台湾看似利落 却可能只是个姿态大于实际的选择 思想先驱爆 成为有洞察力的人 华尔街电视特别节目 纽约时间 每天早上八点 李奇博士主持 和平评点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探索 这是一个由科学家 经济学家 媒体人 工程技术人员合作建立的新型媒体 网友与六度AI参与 合作完成各种内容 这些内容不能作为任何决策或法律的意见 这是一个新型的试验性媒体方式 我们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 修正错误 网友可以参与讨论 也可以向万能的六博士提出你能想出的任何问题 六度世界网址是六度world 请介绍给你的亲朋好友